我是董事生小董 新黨要20週年了 大家如果 還關心這個黨的話 關心台灣的一些事情的話 那今天 我請到 易牧明主席因為這幾天有他的 一些相關報導也剛好在新黨 20週年他這幾天 提出了一些主張 快簽和平協議 可能台灣不 不太有人願意去這樣講 因為這個一定被花上你就是統派 要把台灣交給大陸 很容易這樣但是我告訴各位 李登輝也講過陳水扁也講過 那易主席另外提了 因為他是金人出身 因為最近洪中秋暗 他還提到台灣現在的一些民主的情況 是民主還是民粹 那我們倒要 問問他易主席你好 你好大家好 主席這兩天看你我們先講 和平協議的部分 就和平協議其實因為 從像民國94年 我跟連戰主席去採訪 就是國民黨的連戰主席去採訪 和平之理 那時候國共的第一次簽約 那時候就談到了 可是始終是沒有很具體 那到馬航九執政以來 現在第五年 很多人在講說 和平協議應該可以簽了嘛 那時候就是國民黨的主張 可是現在在台灣談這個 會有風險 你為什麼敢談 現在時代不同 但是您剛才說了 台灣談這個和平協議會有風險 那是表示內部根本 是不是一致性的嘛 但是我們才看前後三任的領導人 總統李登輝 陳水扁 馬英九 那在選舉時候都是講要簽和平協議啊 可是真正到了做了這個位置上以後 他們都好像都忘了他們說過的話 實際上在一九九八年也好 在早期的那個這個二十一世紀初的時候 那多少人在講的 包括有些教授啊 譬如鄭竹遠教授 譬如說那個美國耶路的那個李凱盧教授 他們都那個時候都是建議啊 兩岸之間要有和平協議啊 那麼最近為什麼又說快簽和平協議呢 我最近因為呃 我們可以看到的這個媒體上也好了 這個民眾啊公民社會啊這些啊 我們就發現啊 說兩岸之間好像沒威脅了啊 那立法院兩黨那麼快速的軍審案的修正案啊 兩兩黨合作啊 說通過軍審改成司法普通司法 那麼軍審去改普通司法有沒有違憲 我覺得哈很多法律界的人是應該去了解啊 我們憲法有沒有規定啊 那麼我不在這裡談 可是我可以肯定的說 現在兩黨的都合作說軍審改民審的基礎是 現在是成平時期 那麼既然是成平時期 那就是應該簽和平協議嘛啊 那麼第二個呢 過去我們在這個兩岸的問題上啊 那民進黨當年呢跟台獨啊 他們啊都是反中嘛 那反中是大陸很可怕 我們都不跟他不要交流啊 但是這幾年來不一樣了 民進黨一個一個的領導的人也好啊 什麼李董事長也好啊 什麼以前做過這個政務官的 做過院長的 也一個一個都登陸 到大陸去幹嘛 談和平吧 那麼有的啊 你們去談 你們的心態是 與其讓國民黨談 不如我們去談 那麼你一天到晚罵國民黨出賣 或者罵我新黨說 一天到晚抹黑我抹紅我 罵新黨出賣台灣 那與其讓新黨出賣台灣 那不如你來出賣 大概一個心態就這樣吧 所以我們認為 現在已經到了這個和平 談和談和平協議的時間 這是已經到了 那麼到的話呢 是因為兩黨之間 一般的民眾啊 包括民進黨的領袖們呢 都都去到都都 一波一波的到大陸去 所以我在這裡特別提出 為了台灣的安全 是快簽和平協議 但是議主席大家可以看 現在台灣內部有一股 事情鬧得很大 就是服務貿易協議 政府要跟中國大陸簽 政府對政府來簽 都被抗議成這樣了 這個是純粹一個經濟的商業的 然後對台灣的好處 當然大出很多了 力大一弊非常明顯 現在都已經反對成這樣了 一個要簽和平的協議 那他的政治依然更深 要怎麼簽 那我這麼說了 就是假設不簽和平協議 你如何去想和平的成果呢 那麼反過來說 你不簽和平協議表示 但是還是維持對立的狀態 更嚴重的維持一種對峙的 軍事的狀態 那麼也不必談什麼EGFA了 也不用談服務協議了 那麼剛才你講的主要是 簽服務協議兩會嘛 是 那麼現在呢 我才特別提到的 那個蔡衍明董事長啊 他有提到說 那麼假設呢 兩會不能簽 兩府更不能簽 那麼先從兩黨來做起 這不是一個創意的建議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去看在2005年呢 2005年 我先不談2001 我更早是2001 新黨跟共產黨去那裡 這個黨對黨嘛 那我不談 我就談2005年 聯戰主席去的時候 我不是到機場去歡送他嗎 拿鮮花 結果還還被這個起訴啊 說手謀俱重 對 那麼妨礙公務 那些拿關刀的 拿棒子進去機場大廳的 鬧事的 他們倒怎麼 就就就好像輕而 輕描淡寫的就處理了呢 我打官司打了三年 那麼那個時候 是去的時候 大家不也反對嗎 對 所謂大家是子律的大家了啊 那麼難得贊成 結果不管他 國民黨先行了 親民黨後行 新黨也追隨 去了以後 從2005到現在 八年的時間 不民進黨也去了嗎 這告訴我們什麼 只要有人先走第一步 當時兩岸交流 就會被抹紅 兩岸交流就會說是出賣台灣 但是有人先行了 連主席先行了 行了以後 不也就變成自然了嗎 所以我們看了兩岸交流是如此 兩岸和平也是如此嘛 那總要有人先行 那是個先行 在2005年交流是連主席先行 那麼在2013年 兩岸之間未來要簽和平協議 大家有人說不行 不行你就留在馬 你就不簽嘛 那國民黨先去簽 國民黨簽了跟共產黨簽和平協議 然後大家簽看內容 大家同不同意 然後到底是用什麼樣的多少年的時間等等 這個才可以談啊 當沒有人去走這條路的時候 永遠不走嘛 所以這第一步很重要 等到最後大家簽了 就覺得和平協議內容也不錯啊 那個時候民進黨又怕被邊緣化 那個時候民進黨又覺得說 有的你簽不如我簽 那你民進黨也簽了 等到國民黨民進黨呢 新黨當然也是一起的 那個時候就水到渠成了 開始慢慢的兩會就談了 所以很多事情你不走第一步 你哪有以後的呢 那你現在不走 等到將來再要走的時候啊 萬一整個大環境的變化 美國不是在跟大陸在談和平嗎 美國跟大陸也在要互相的互動嘛 他們有戰略的共同的 也有共同的目標 有一天他們的穩定性更高的時候 你還簽什麼和平協議啊 你不是更被邊緣嗎 所以主席的意思 一主席的意思是說 國民黨的主席馬航九跟習近平 中共的主席兩個先 兩個執政黨的主席用黨的名義先簽 那因為國際聯戰主席那時候他是在野黨 那他走出那一步其實也非常不容易 就是那時候 因為我也是隨行採訪的記者 那我也看到他整個對 等於說對大陸的震撼 以及後來對台灣整個的影響 那是無與倫比的 力位非常高 但是馬航九畢竟是現在的總統 他的定位他已經不只是主席 不只是國民黨的主席 那他也會影響到國民黨的選舉 你不覺得說在這樣來講 就國民黨的執政來講 因為執政要靠選票 所以他會有風險嗎 執政黨現在的執政 人民滿意嗎 那麼與其 在這樣的一個民意的這個反應裡邊 主要的低 是因為對馬總統覺得破例不夠嗎 那麼假設 國民黨執政時候民意都這麼低 他應該做幾件 能夠讓民意再重新翻轉的事情 就讓民眾來決定啊 國民黨假設有破例 跟共產黨去簽 簽了以後看民意結果嘛 叫選舉書讓民進黨上來啊 看他怎麼做啊 他怎麼把他這個國家治理好啊 沒有痛 怎麼會有未來的好的呢 那麼假設我們現在 面對的這樣的一個情勢 都是故此 瞻前顧後的話 那什麼事情都不要做 我要很誠懇的跟馬主席說一句話 美國自己在跟大陸簽聯合公報的時候 樂見中國人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那你不是正好 美國也也沒有得罪 你得罪什麼美國呢 那他樂見嘛 和平方式 那簽和平協議 不表示和平方式嗎 站在一個政黨啊 我先去簽 簽了你家其他的假設 因為這樣民意不支持 那沒關係 那你民進黨上來 看你怎麼樣治理 我敢說了啊 我很有充分的信心 假設馬主席能代表國民黨 他去跟共產黨去簽這個和平協議 在2016選舉還不一定輸了 翻盤的可能性了 我們都說現在都說 哎呀國民黨很低迷啊什麼 因為你沒有目標嘛 你的國家目標按照憲法也好 按照一直歷史的傳承也好 從從這個國民黨的孫總理 蔣總裁蔣主席 不是一脈都是代表中國嗎 嗯哼